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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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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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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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最后一首咯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拉多发索米瑞豆 发拉多发米瑞豆 二 发拉多发索米瑞豆 发拉多发米瑞 发尔 瑞瑞瑞瑞豆豆豆 瑞瑞瑞瑞豆豆 发拉多发索米瑞豆 发拉多发米瑞 发尔 双手八度位置 弹奏练习 接下来我们要把手弹得更远咯 大家有发现吗 我们要把右手往高音弹 左手往低音弹咯 我们要增加到双手八度音咯 我们之前学到第五个音 在往上就是拉西 到豆就是第八个音 所以中央豆到高音豆 这就是一个八度音 左手也是一样豆 往下米瑞豆 中央豆跟低音的豆 它们也是八度音 老师可以示范给大家看哦 中央豆 豆到豆 高音豆就是一个八度 左手中央豆 豆到低音豆 也是一个八度 我们可以参考可乐佛初级的教材 在上一集有出现哦 在后半段的部分 由中央豆学习到高音豆 中央豆学习到低音豆 好 我们可以打开可乐佛初级的第四十页 左手从中央豆 会练习到低音豆 我们翻开可乐佛初级第四十二页 右手的中央豆会弹到高音豆 我们翻到第四十四页 由高音豆跟低音豆 一起练习咯 D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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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ò La La Sò Er Mi Mi Ré Ré Do Er Sash D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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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ò La La Sò Er Mi Mi Ré Ré Do Er Sash 好 我们翻开第四十六页 这是可乐佛初级最后一首歌咯 琴上的三只老鼠 咪二三 咪二三 咚二三四 咚咪三 咚咪三 咚二三四五 咪二三 咚二三 咚二三四 好,这一首歌很特别 它必须左手快乐 弹到高音哟 边唱边弹很重要 乐曲呈现完整度 练琴时一边弹奏 一边用唱名唱出谱 很快就能把五线谱上的音符 为其记得很熟 能训练我们的适谱能力 并且可以增加乐曲弹奏时的旋律性哦 弹唱鼠拍 节奏更稳定 刚开始练琴时 遇到两拍以上的音符 我们会将拍子锁出来 大家有发现 老师每次示范弹奏乐曲的时候 都会把拍子锁出来吗 这是对节奏稳定很重要的自我练习 稳定的鼠拍之后 以后对节拍器的练习时 会更加准确哦 弹唱中 培养好音感 大部分的人没有接受过音感的训练 聆听高低音是没有办法用听的听出来 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哦 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 边弹边唱 自然的培养音感 跟着钢琴的音高唱 耳朵的感受力越来越强 渐渐的可以提升音感的能力哦 背谱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持续的弹唱旋律 练习久了 乐谱就会熟练 乐谱自然而然就可以背起来 背谱就不再困难咯 我们已经会了右手往高八度 左手往低八度 我们已经变厉害咯 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 教材 钢琴小精灵2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 什么是半音 什么是圈音 相邻的两个音之间 最小的距离叫做半音 两个半音 我们就可以构成一个全音 好我们可以看到图面上 这里 咪跟发 两个都是白键 中间没有任何黑键 最短的这个距离 就叫做半音 好那我们看一下 都跟re中间有个黑键 所以它叫做全音 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图面上 有三个可爱的颜色的点点 我们先看 红色的星星记号 它是咪发 咪发没有任何的黑键在中间 它们就最相近的距离 叫做半音 蓝色的点点 它是一个黑键 紧离一个白键 深拉跟西 所以它是一个半音 那我们看到黄色的点点 它是都声锐声 它们中间有一个白键的距离 所以它是两个两个半音 加起来就是一个全音 现在我们要介绍 声记号与降记号 在乐谱当中 放在音符前面的变音记号 如果是声记号的话 它会比你原本音符的音高 高半音 如果是降记号 就会比你原本的音高再低半音 我们可以看到图面上 声记号就是往你的右边高半音 降记号就是往你的左边低半音 那最后一个 一个音上面会有两个名字 比如说都 它其实就是西的声 它就叫做同音一名 还原记号 也叫做本位记号 是在乐谱中 放在音符前面的变音记号 将某一个音符的声记号 或降记号取消 还原到原来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谱例 总共有四个拉 第一个拉是原本的位置 第二个拉是声记号 第三个拉也是声记号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还原拉 回到白键上 临时声匠记号 和音符一起出现 是标示在音符的左边的声匠记号 有效期限是一个小节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谱例 咪声 发降 搜还原 都是在这个小节才有效用 调号 和谱号一起出现 写在谱号的右边 并且在乐谱的每一行 前面都会写的声匠记号 叫做调号 也可以叫做固定声匠记号 也称一般流行歌曲的T 调号要升或要降的音 都是固定的 例如一个降记号是降B 一个声记号是声F 而调号的规定就是 整首乐曲都要依循这个调性演奏 我们目前还没有谈到任何的调性 没有任何的声降记号 叫做C大调 那以下图示 我们总共会有24个大小调哦 以下就是调号和临时声匠记号的范例 前面靠近我们谱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调号 这里有三个降记号 那我们在乐曲中的一个小节中 有发现临时声匠记号 有一个是F的降 另外一个是Me 还有两个降记号 叫做虫降 虫降就是要降两次 所以临时声匠记号跟调号不同 大家要分得出来哦 我们准备开始弹奏 钢琴小精灵2 乐曲当中也会出现声记号与降记号 准备开始弹奏咯 翻开小精灵2 第一首 山中之城 三味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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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味 小精灵第七夜,安静地睡觉 小精灵第八夜,落叶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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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精灵第九页 白鸟之舞 小精灵第九页 豆 二 三 豆 二 三 小心灵 第十页 广阔的大海 B 发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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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Re 二 Dr posing เอッ如 face Me dag trazer 广阔 三 B 发 SO SO 说 发 B 发 сор груп 三 休息 Dr. tasting 踊 芒 än 第十一页 阴霾的天空 阴霾的天空 反复记号是为了节省阅谱的空间 方便阅谱的书写 而采取的省阅方法的记录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三个小节 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三小节 需要反复的地方为1跟2 所以它的演奏顺序为 1、2、3、1、2 翻开第十二页 蓝天白云 温馨小提醒 在第二行结束 最后面有一个反复记号 所以我们必须再从第一行反复一次哦 逗密射、逗密射、逗密射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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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二 三 So Mi Do So Mi Do Fa Mi Re Fa Mi Re So Mi Do So Mi Do Re 二 三 Do 二 三 第十四页 风的华尔兹 Mi Fa So Mi Do Re Re 二 三 Do 二 三 Mi Fa Mi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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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Mi 二 Fa So Mi Do Do Fa Fa 二 三 Mi 二 Mi Mi Fa Re Do 二 Do 二 三 第十五页 再见冬天 温馨小提醒 这边会出现八分音符 所以速度会比较快哦 Ni Mi Re Do 三 Mi Mi Re Do 三 Mi Mi Re Do O 三 Mi Mi Re Do R 三 Mi Mi Ra So Do 咪 咪 蕾 ド 二 三 第十六頁 頑皮的小老鼠 ド 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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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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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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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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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第十七頁 隨風搖曳的音速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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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页 桌米藏 空洩 小 dicen 小憎 我 小命 我 小 小 Do,Re,Do,Re,Mi,Fa,Mi,Fa,Re,Mi,Re,Mi,Dosh So,Mi,Fa,Re,Dosh Mi,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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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i,Re,Mi,Dosh 第十九页 短歌 Mi,Re,Do,Re,Mi,Re,Do,E Fa,Mi,Re,Do,Re,So,So,E Mi,Re,Do,Re,Mi,Re,Do,E Fa,Mi,Re,Do,Re,So,Do,E 第23页 调皮的吐蕃鼠 odo re mi fa so song ao lubric movements so sa fa mi fa re re so fa mi fa re re do re mi fa so song do re mi fa so conv so fa mi fa mi fa re do re do re do 突破双手弹奏不协调的小秘技 双手合奏难就难在 两只手要看不同的谱 音符的位置不同 节奏也不同 左右手分开练好了 却无法双手协调弹奏 现在我们一起来突破吧 左右手分开练习 初学者在练习新乐曲时 常常会因为双手没有办法协调弹奏而停顿下来 左右手分手练习 不但能让专注力集中于一只手 也让左右手各自的旋律音符 与节奏准确性提高 用慢速的方式练习 慢速是练习乐器的一种方法 也是一种诀窍 稳定而准确的练习才能累积手感 左右手能协调之后再慢慢的加快 从短乐段练起来 双手合奏由一小节一小节反复的练习 逐步形成双手的默契 一小节一小节连接到整首乐曲 就能达到完美的合奏哦 搭配唱普合奏练习 对于节拍和旋律都不同的乐曲 很容易左右手互相干扰 分手练习熟练后 可用一只手弹该手的乐谱 另外一只手的乐谱不弹而用嘴巴唱 两者同时进行 在练习中感受合奏也增加乐趣 反复练习坚持就能突破 双手合奏是需要反复练习的过程 坚持就能突破 不要慌乱不要急躁 练一次不行就练十次 平稳而专注的方式 可以让你双手越来越协调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